根據新浪新聞的報導 在甘肅山地越野馬拉松發生意外 導致172名選手中的21人死亡後 已經有超過40場路跑比賽宣布延期或取消 近年來 中國大陸的馬拉松賽事發展迅猛 呈現激增態勢 根據2019中國馬拉松藍皮書的數據 2011年 全國馬拉松賽事僅有22場 2015年是其6倍多 有134場 到了2019年 則達到1828場 是2011年的83倍 而賽事舉辦地點分布在全國31個省區市 中國馬拉松賽事普及式發展 除了賽事舉辦門檻相對較低外 馬拉松比賽無需各級體育局的審批 只要當地政府同意即可 更重要的是 馬拉松比賽給舉辦城市的知名度和當地經濟 帶去了很多好處 根據第一財經報道 廈門馬拉松賽給廈門的企業帶來的營業收入逐年增加 僅2017年就吸金超過6億元 而中國田徑協會的數據則顯示 2018年 國內馬拉松產業年度總產出達到746億元 不過 甘肅山地馬拉松事故 將與賽事迅猛發展不匹配的專業化程度暴露了出來 包括 運動員賽前沒有獲得天氣預報信息 賽事主辦方的專業化資質問題 賽程的路線設計和補給點設置不科學 緊急救援系統缺失等等 目前 在甘肅奪命馬拉松中遇難的21人中 11人身份已經確認 包括三次奪得該賽事冠軍的中國超馬第一人梁京 另外10人的信息官方還沒有公布 新唐人記者李蘭綜合報導